我是战主 程怡静 今天认识什么 继水工课题和马兴高铁的争议之后呢 马兴两国的关系再次面临新讨厌 而这一次的风波过手就是它 ILS飞行着陆系统 江南部长陆赵福昨天就在面子书上传视频 反对新加坡在1月3日执行ILS系统 因为这将影响柔活巴西鼓当的发展 那问题来了 ILS到底会怎样影响柔活巴西鼓当的发展呢 答案就在视频里面 那先解释什么是ILS吧 它是一个飞行着陆系统 能够帮助飞机在能见度低的情况之下呢 也依然能够准确的安全着陆 只不过呢 这系统在执行上会有一些飞行高度的限制 那比如说 假设飞机是要在新加坡十里达机场降落 在ILS系统之下呢 飞行路线的高度缓冲在低点会低于54米 这个低点就距离巴西鼓当3公里 而最高点则是距离巴西鼓当6公里 高度限制在145米 那这个高度54米呢 甚至会影响一些港口移动式起重机的操作 而在昨晚发布的视频当中呢 陆兆福还再一次重申 新加坡 十里达机场是你们的 但是巴西鼓当是我们的 因此请听我们说 他强调 大马兆福并不是要反对ILS系统的安全特性 但我国是针对飞行路线反对这一项举措 3 5 5 4 5 6 9